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22号向媒体表示 美国将开始训练乌克兰空军飞行员驾驶F-16战机 并将与盟友合作向乌方提供F-16战机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·肯德尔22号也表示 将F-16战机送到乌克兰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然而就在几个月以前 美国总统拜登还曾信誓旦旦地说 不会向乌克兰提供F-16战机 在几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拜登却口风急转 对于美国再次转变立场 决定向乌克兰输送F-16战机的举动 有网友警告说 这是美国和西方的重大失误 他们跨过了红线 令局势严重升级 稍微抵抵抵抵护